小平燈真的我太佩服他了 拍倒頂 他說 告訴我 問副市長 前任的弊案查不出來 我的官司很難逃脫 我被貪污有罪是誰做的位置 就我啊 你給我滾 他人柏君一笑 那千惠他自己突然去日本 他是去日本的行程很奇怪對不對 排得很奇怪對不對 我要先講一下這個 剛剛就是玉慧姐拿到這張照片 我覺得蔡麗卿真的是 史上最悲情的一個副市長 就已經要下台 人家原來是都已經叫出你說 你可以走了 然後居然還要主持那個防災會議 結果我們剛剛那個玉慧姐 有拿一張他那個高雄文案 在飛機上很開心地拍照照片 對不對 感覺好像是要出國很happy 結果你知道嗎 剛剛他又在臉書上PO了那照片 另外不過他這張照片 就沒有那麼開心 這張照片在幹嘛 在飛機上披公文 這是很講述 很做錯嗎 就不要出國就好了嘛 就說你現在新竹 今天大家都知道有颱風嘛 所有的那個縣市首長 應該都在作證 結果你偏偏不作證 你就跑出去出國去玩了 然後留下你已經要離職的副市長 來幫你開這些防災會議 他有沒有學柯文哲做經濟艙 這看不出來是做什麼艙 不過他就說 為什麼難得有一個好的 一個空檔的時間呢 好好來批這些公文 這是笑死人的 如果你真的要批公文 真的對市政這麼專心 有專注的話 你應該是主持防災會議不是嗎 然後再來是說我覺得啦 你今天發佈這個人事案 就是我覺得那個這個出國計劃 應該是高鴻來事先已經安排好 而且他是刻意要在這個出國期間 公佈這個人事案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今天颱風天 他執意要出去嘛 他公佈完這個人事案之後 他就出國了 記者問得到他嗎 問不到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說 你為什麼要突然這個時間 換掉了蔡黎清 然後再來是你到日本之後 其實日本各家的那個記者 如果沒有趕過去的話 基本上也不太會有記者會過去 他也沒重要到要派記者去 對 所以在這四天裡面呢 就不會有記者來去追問他 有關於蔡黎清的事情 然後呢 他回國之後呢 剛好就是要開新竹棒球場的事情了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他回國之後呢 大家就不會問他蔡黎清的事情 因為大家會去問新竹棒球場 你到底又要挖什麼東西的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經過他刻意 就是非常精密的一個鋪排 而且他這次去的那個 日本的行程也真的很奇怪 就是說 因為他是先去江山 然後後來他就跑到了京都 東基又去辭城 有人會這樣跑嗎 而且他只有四天喔 很短的只有四天 他從關西跑到關東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 所以大家又覺得說 他是不是刻意要在躲避大家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是說我要講蔡黎清這個事情 就是說剛剛邝哥有講嘛 為什麼他會被請辭 那大家覺得說他跟那個棒球場有關係 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蔡黎清這時候 當時被找來的時候就是要做什麼 負責棒球場不是嗎 對 他就是要負責所謂一個棒球場的一個 工程體檢會的召集人 可是後來大家就傳出說 他其實後來高鴻安跟蔡黎清之間 其實關係已經不好了 所以呢 包括說高鴻安的這些 比如說有關於棒球場的這些事情 其實問蔡黎清 蔡黎清後來都不知道 甚至連公文都沒有給他批 那就被架空了嘛 對 就很奇怪 你要當時你找人來 你認為他是一個優秀的一個檢察官 然後你要來查那個 新竹棒球場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你 你讓他擔任這個體檢會的召集人之後 你所有事情都不跟他講 然後你公文也不給他批 那你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你最後你居然叫他走了 那是為什麼 我覺得剛剛邝哥 你拿那個漫畫寫的形容得非常好 我覺得當中有弦外之音 為什麼他在這個敏感的時間就突然走人了 我可以幫蔡黎清講一下話嗎 因為我覺得他畢竟是一個司法人 我覺得我對司法人還是相當尊重的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信儒棒球 就是說高鴻安找他來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為了他自己那時候的官司 那一個就是說為了這個調查弊案 可是以一個因為我也問過一些這個律師朋友 以一個司法界人來講 我認為你高鴻安你今天被起訴了 你這件事情你就應該好好的用法律的方式來面對 提出你的證據來攻防 而不是用政治的手段 而且你就在那邊侮辱檢察官 我覺得如果我今天做一個資深的檢察官 我聽了也很難過 你是在侮辱我所有的同 以前的同仁 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說調查這個信儒棒球場 弊案就是因為查不出來嘛 事實上就因為那不是一個弊案 你今天有個弊案 你幹嘛你就直接起訴 你幹嘛還送監察院 你為什麼不送法院 就因為不是弊案 所以我沒辦法配合你高鴻安作秀 你用了總統的手段 包括你去開挖都是非法的手段 你什麼人下令你去開挖的 你隨便去這樣挖就當作證據嗎 我覺得他心裡也很清楚 你這樣亂搞是不行的 所以他事實上跟高鴻安 那不要說什麼楊凤英偉 那早就兩個人是格格不入 我覺得他能走的話 要是我他 我就送他一個匾盒求仁得仁 當然不行啊 你已經離職的話 或者是你沒有做這個工作的話 你怎麼可以去停在這裡呢 而且任何的這些公家的停車場 你如果沒有一張通行證 通行證上面要寫上你的車牌號碼 應該是這樣 你不可能進去這個停車場 所以我高度懷疑這台車應該是常常會出入到那邊去 這個也是高鴻安或者是李中廷先生必須要解釋清楚的 我剛剛其實千惠製作人他提到了說 這次高鴻安的行程非常特別 因為新竹大車站 因為新竹大車站就是林志堅他在任內的時候 那個新竹大車站是拿了前瞻軌道計畫當中 希望能夠補助一百多億的新竹大車站 中央政府是補助一百多億 新竹市政府是要自酬大概接近30億 那因為新竹大車站如果一旦蓋好了的話 新竹會完全改變面貌 你進入到新竹以後你就會有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澎湃非常氣派的一個門面 好 問題來了 當時林志堅在新竹大車站 他是依照哪一個車站來作為他參考的樣本 哪一個 鋼山 就是高鴻安要去的那個鋼山的車站 對 就是這個鋼山車站 可是高鴻安在過去八個月一直對於新竹大車站 遲遲是用非常消極的態度 不願意做任何處理 那就一直有耳聞說 那他就是希望新竹大車站 不要再進行下去 希望能夠改成回復到過去 能夠進行都更 能夠蓋房子 好 這就來了 剛才四叉貓不是告訴我們嗎 Sweetie的先生正好是建商 然後高鴻安曾經帶進新竹市政府的 還沒有帶進新竹市政府 以前帶去新竹市的葉國文 陳先生跟他的太太也是從事 跟這個房地產相關的事業 那他有沒有另外一些的金竹 或者是新竹有哪一些的高人們 也是在新竹的後站 也是希望說大車站不要蓋了 林志堅反正都下台了 如果我能蓋房子的話 哇 我就發大財賺大錢了 那現在高鴻安他的新竹市長的位置 可能岌岌可危 那該怎麼辦 我希望趕快進行 是不是這個也是我們大家必須要去思考的 現在我們下次見 就會到了 我們的營友 會 aprend緊急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